微风徐徐下的暖洋吸引了3000多人热情参与 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举办的 中山区社区全民健走即嘉年华会活动 在协和发电场热闹开走 这是运动在台湾2.0的第二场中山区的健走 而且我们在非常谢谢协和电场的大力来协助 因为我们走这里的话就比较不要麻烦到我们警察先生在那边管制交通 到我们最里面走回来差不多4公里 而且大家都来运动 而且我们下一场19号在我们信义区成功国中搞到海门天险 还有再来就是26号的仁爱区 一场一场还有一个最大场的4月16 我们全国新住民从我们的沿有海公那边走到超级公园 有30摊的美食 印尼泰国各国的美食料理 让大家来品尝不用钱的 一摊都有差不多准备了两三百份 而且很好的纪念品 希望大家多运动身体会健康重大奖 开场的绿洞与见到团队的精彩演出 炒热了现场气氛 趁着这么基隆式的大好天气 也难得这边中山区有办活动 那就顺便带着小朋友来参加 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能走一走也很开心 地方民代与贵宾也都到场共襄盛举推广运动 我都带很多的家长过来运动 差不多有八千个 差不多一千个有了 这是我们协议电厂提供的一个 让全民能够运动的一个产地 那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台电公司 那希望我们能做到一个一流的电厂 也能做到一个一流的邻居 看到大家了 在顶的阳光之下 大家都出来运动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多运动对身体有益健康 鼓励大家天气好了都要出来运动 那很高兴 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这个礼拜的天气很好 希望大家多人出来走动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丰盛的抽奖奖品 鼓励大家多走路 走出健康 走出快乐 走出希望 一起落实运动久久 健康久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